下面 我将从四个层面来论述我方的观点 第一 英国学者贺旭黎曾经说过 社会和自然最大的区别就在于 社会是具有一定道德目的性的 现代人的饥饿不再简单的是负中无实 更多的是灵魂的饥饿 道德的饥饿 最后我想用康德的一句话 送给在场的每一位 那最神圣 彭酒 而又日新月异 那最令人感到惊奇和震撼的两件东西 是天上的星空和我们心中的道德律 给你们看 是不是包你们满意的照片 不动不动不动 对对对对 是不是超级帅 是的 那个这样吧 等会我们去那边照一个合照吧 好呀 等贺旗车回来 师兄呢 贺师兄啊 被一个女神约出去了 这个女孩 她不仅人长得漂亮呢 还是高材生 我觉得她们两个人特别的般配 照片给我看一下 你拍何以琛确实不错 挺帅的 我 我明年就要毕业了 不能再做你的对手了 希望你一直这么优秀 谢谢你的祝贺 也祝你顺利毕业 何以琛 我做了你两年的对手 不知道有没有资格做你女朋友 我很抱歉 好 刚才让你过来 你为什么不过来 这人家不是在表白吗 我怎么好过来打药 再说有个先来后到嘛 人家在追你就让他追完了 我再来呗 再说 帮你忙 这玩意就先也行 明愤 明愤 这敢跑情敌什么的 你懂的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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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不会 下肢现在就给你买的药 可以带你来吃不去啊 好 化学系的一个女生 名字挺绕合的 叫赵什么来着 何以琛 不是吧 你是说何以琛有女朋友了 莫声莫声 听说你跟何以琛成了 快请我们吃饭 什么成了 你说何以琛啊 这要成了的话 你觉得我还会研究这个吗 别否认啊 我都听说了 我们戏都在传呢 你也知道 何以琛蛮有名的 大家都说他有女朋友了 这叫赵莫声 不可能呢 完了 他会以为 以为是我传的谣言啊 这不行 我必须找他说清楚去 这不行 我必须找他说清楚去 一定要排除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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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